大家好,我是愛丁寶蘇蛇 今天上中文堂,要跟大家說三個字 就是白茫茫 以前看貨文都不知道什麼叫白茫茫的雪景 但今早起床的時候就發覺下雪 不如讓大家看看 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 就是曼天風雪 雪就積在車的表面 現在呢,很滑 很滑 現在就走回去餐廳開工 給大家看看這個白茫茫的一片草地 好像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一樣 是嗎?都很漂亮 漂亮人漂亮景 哈哈哈哈 不是說我 但是發覺都頗善 都是愛丁堡 今年度的第一次下雪 整個感覺都是 好奇妙 好奇妙 以前在香港都沒什麼經歷過 這個情況 又不會說很凍底下 故意上山去看結霜 但是想不到 後面的景色真的很美 讓大家看看 登登 對了 但是想不到來到愛丁堡 竟然看到下雪的情景 所以都是 心裏很喜悅的 但是喜悅的背後 當然是森林大鑊 待會出街的時候真的很冷 其實今早下雪的時候 我也很想外出 去拍攝 漫天風雪的情況給大家看 因為可能有朋友會置身在加拿大 那你的漫天風雪 比這裡更加厲害 轉一轉手才很累 但是 加拿大可以去到零下四十度 我之前也想過 加拿大一個地方叫做Kergary 也是我一個初中的同學去的一個地方 哇 冬日陽光 幾正 幾正 都想過去這個加拿大的Kergary 但最後跟太太商量完之後 我們這些都是要尊重太太的意願 當然我也是很喜歡英國的一些特色 無論是文化傳統 又或者是他的學際等等 特別我很喜歡愛丁堡這個地方 來到真的覺得人們很友善 我舉個例子 在過去香港搭巴士的時候 大家都很守規矩 去到日本的時候大家都很守規矩 都排隊 但是在愛丁堡 他們基本上是不用排隊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巴士一來到的時候 他們是個個都會被其他人上 可能生活節奏比較慢 又或者他們的 從小到大的成長文化 情況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感覺真的令到我覺得 挺有趣的 我現在給一些 走過草地給大家看一看 對啦 真的很滑 對啦 這個愛丁堡 你隨便拿一部相機 手機 你怎樣拍 你完全沒有技術都好 都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景 給大家看看 看一看 嘩 真的很幸運 他戴手套 否則真的戴一件事 對了 所以 都覺得 很有趣 這裡的 一些特色 那 昨晚上班的時候 都回了七個小時 試影 最後都發了一張照片 想不到 那麼多朋友會留言 去支持我 我猜到大家會支持我 但沒想過大家 那麼踴躍去留言 去支持我 去為我打氣 鼓勵我 而當中 令到我一句說話 都是令到我 哇 充滿力量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 香港人去到哪裡 都能夠迎難而上 香港人去到哪裡 都能夠 面對 逆境挫折 都可以 是憑著 堅毅 可以克服的 那所以 嗯 這句說話 我會 心心地埋藏 撞我心的了 我會每一次累的時候 我都會謹記這句說話的了 雖然 一想起今天要站九個小時 我就 哈哈 就是 有一點 嗯 就是要再加油加油的感覺 那其實都是很開心的 在一個適應的 一個 就是一個工作的情況之中 很多時候都可以跟一些的顧客 有一些比較深入的去交流 去聊天 那所以 給到我的滿足感都幾大 那但是我又不能夠完全去 嗯 做全場 其中一個原因 那些車 有些雪呢 在車身上面 它們一照炸 有些危險 那輛車 過馬路先 小心點 不跟你趕著 對了 那為什麼不做全場呢 嗯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一做全場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 和大家可以見面 開到直播 那我又不想啊 你知道我 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在網上見到大家 可以在網上 能夠在直播之中 和你互相交流 聊天 哇 正到爆啊 冬日的陽光啊 太正了 哇 有沒有爆光啊 哈哈 對了 很正啊 這個陽光 好啊 對了 那所以 我都想能夠繼續 去和大家在網上見面 能夠開直播 那所以就 暫時不會考慮 做一份的全職試影著 啊 所以 現在就 一路做著試影 那又一路做著超級市場助理 那又一路在這裡拍片 和大家去 聊天 去交流 那我覺得現在的生活狀態都 幾好啊 都幾好啊 那昨天有一對本地的夫婦 就跟我聊天 在餐廳那裡 就問我 在哪裡啊 那我就說 香港來啊 那他就問一下我 香港的近況啊 以及說 為什麼 做教師好像都幾好啊 呃 就是 人工都幾高啊 還有都收入穩定啊 那為什麼要 離開啊 那我一說了 一些原因的時候 他就當然是 完全明白了 那所以 其實都是 沒有的 很多時候都 會比較 以前有多麼風光啊 以前有多麼 收入穩定啊 得到人尊重啊 等等啊 那其實 就是 所有事情都是 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的而已 那我現在 一邊享受雪景 一邊和大家聊聊天 一邊用自己的努力 去換取一些生活上面的 收入 每晚回到家 能夠和家人能夠共聚 雖然 回試應的時候 就比較晚回家 那但是 就是感覺上都幾開心啊 還有 現在所做的事情 都是令到我滿足啊 那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我又覺得OK的 人工 就是 不可以永遠都這樣算的 始終錢 你怎樣帶到棺材 是不是 夠洗就可以了 不過都很開心的 就是 在頻道上面 早前都和大家說 有一個會員制度 希望試一下在 用幾個月去測試 看看可不可以 Youtube都能夠成為我 一個挺穩定的收入 以至到我能夠多些空間 去做影片 那所以 都很感謝大家的 訂閱啦 支持啦 給like啦 comment啦 甚至是 加入成為這個頻道的會員 請我吃叉燒飯啦 鹿寶飯或者燒鵝比飯 那都是 餵飽我和我一家的 那所以在這裡 真是衷心地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啦 嗯 也都 很感恩 能夠認識到你啦 嗯 是啊 就是早前和大家說 現在的偶像和觀眾 已經不是一種消費主義的模式 而我都在你們身上感受到 我們被之間那種的朋友的關係 以及 即是被之間的關心和支持 所以在這裡 衷心地多謝大家 是啊 那麼愛丁寶蘇經 和你說到這裡 我要趕著上班了 各位保重 拜拜 阿開心 啊 嗯 因為